飲食 英文博士 字幕作词 又是 在水里游 是 鸭子也会 青蛮也会有 兔子 不会游 也不会游 中午的时候吃完饭给他吃上饭 我爸 你烧火了吗 我叫黄敏 今年26岁 我是青海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 现在主要从事 听障儿童集体科教学的任务 过五年多的时间 我一直从事的是小儿的康复治疗 康复它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就像我们康复人经常会说一句话 临床医学付生命与岁月 康复医学付岁月与生命 我们的这份工作 不仅仅说是帮助了一个孩子 更多的是温暖了一个家庭 月丽亭 小鸟吧 小鸟 小鸟 其实听障儿的这份工作的话 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也是很有困难的一个工作 当我们的孩子一旦植入了 他不是有意识地会去听这些声音的 他是没有意识的 我们首先要让他们要听到声音 不是说简单的 我说一句话让孩子来听 不是的 要更加的形象 比如说是橘子 我说上两遍 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橘子的 因为他 你还要就是说 让他要 耳朵要注意听 他才能说把他的注意力 放到这个 我手上拿的这个橘子上面 从他们听到了之后 还要到一个能听懂这个过程 听懂之后还要发声 那发声也是很困难 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老师去怎么知道他们发声 就会说老师说话的时候 让孩子看我们的口型 跟着我们的口型去发声 或者是让孩子去感受 老师说话的时候 这个喉咙的震动 这样子去发声 整个到后期 他能够说出一个字 再到一个词 再到就是长的句子 短的句子 以至于他能正常的沟通交流 妈妈 您辛苦了 谢谢妈妈 看 这是什么 这是谁做的 你做的 这是我做的 老师 这是你做的 这是谁做的 海星做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些孩子 他说长句子的时候 他是有困难的 我们有一个小女孩 她是这样说的 妈妈 你辛苦了 然后他就很想说出来 但是他就说不出来 然后我和妈妈就在旁边 就说不要着急 慢慢说 然后他又从头开始说 妈妈 你辛苦了 妈妈 我爱你 当他说完之后 我跟他妈妈 两个人的眼睛里 就是 演了就在打转那种 他妈妈一下子 把孩子抱在了怀里 我们班里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孩子已经 9岁了 他植入猪天气也 耳窝和猪天气也比较晚 他连我们最常见的 比如说牛 马 羊 这种卡片上显示的 他都不会说 然后我们的老师 就不停地反复地去教他 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就教了他 这两个动物的名称 然后就是终于有一天 他会说了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开心 就是终于得到了回报 虽然说很困难嘛 但是我们的孩子总是能够给我们 意想不到的收获 结果 胡萝卜是蔬菜 胡萝 你说 你要说胡萝卜是蔬菜 胡萝卜是蔬菜的 在这里我就是有一个很想说的事 当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这些孩子 比如说他有听力方面的问题之后 就是呼吁家长们能够 极早地去重视起来 让他们就是 早期的是植物耳闻或者是注听器 让他们在这个正常的孩子 就是说能说话的这个阶段 让他们能够听到声音 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能够慢慢地去发音去说话 手表可以打电话吗 不可以 当中呢 电话 电话可以打电话 那作为老师 我要就是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 他是特别容易去模仿别人的 同时是时刻保持这种 对于工作的热情嘛 从事这份工作 让我们的这些孩子 能够尽早地去进入到 正常的普通的幼儿园 或者是普通的小学 让他们在那些环境当中吧 健康快乐地成长 公主